好了 那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我们读《七十三页》 这点我选的都是 不能读的章节 子曰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义 这个欲就是小 欲就是小 君子念字在字的是道义上 立心在地上 所以对跟义有关的事情 能够通晓 小人念字在字在立上 所以对跟义有关的事情 非常有通晓 所以这个话就是 这个义立之变 儒家义立之变 就从这儿讲 此后儒家代代都强调 义立之变 比如汉儒 汉代的儒者里面 正其义不明其立 正其义不谋其 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非常清楚 一到后面 陆九燕 是吧 都讲义立之变 陆九燕 当这个 你们都知道 听过 中国这一史的同学都会知道 中国这一史下 都会知道 在诸禄之变里面 有一个环节 曾经有一段 陆向山到岳路书院去拜访诸子 诸子请陆向山登岳路书院讲台 陆向山讲的就是义立之变 这个新学家们都是口才极好 极有感染跟鼓舞能力的 所以一席话讲下来之后 坐中至有气下流 有痛哭流涕的 诸子在那天挺老的 诸子在那不断地扇扇 特别兴奋 不是记录 特别兴奋 反复讲 说我在这从来没讲到这个地步 然后请陆向山 把那篇讲稿课实写下来 然后课实放在岳路书院 这是陆向山一生最高的荣誉 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 路子到后来老提这事 那讲的是什么 那回到这个地方 印尼之变 那印尼之变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 不是吧 那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那你说 因为 比如你们选专业 对吧 按照道理讲 资质是高的孩子 当然应该选择更具创造性的 对吧 比如一些基数学 以哲学为代表 文科以哲学为代表的 对不对 理工科以数学 什么为代表的 你应该立志这样的事情 对吧 家长可能不会同意吧 对吧 当然家长说 你为啥不学个金融呢 对吧 你将来做个操盘手 对不对 年收入上千万呢 是吧 那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这里面还复杂呢 那你说什么叫意义呢 什么叫利义呢 那意义的原则要不要考虑物质收获 用没有考虑 那如果意义的原则要考虑物质收获 那你凭什么说你追求的物质收获就是意 人这样追求的物质收获就是意义 对不对 你这好不好讲啊 对吧 我在北大认真真教课 不给学校丢脸 在哪儿都不给学校丢脸 然后又基本不给学校添落 基本上网络进过状态 那对吧 那你每个月月初 你必须把工资打到我卡里 当然我没要过桌嘛 我也没觉得北大比我的少 对吧 我不会像黄坎先生那样 黄坎先生有个神奇的故事 黄坎先生当年就在北大讲台 黄坎先生讲课有个习惯 反讲到精彩处 关键的地方 一定不说 我就北大给我这点工资 根本就不配我讲证 你们要听 四弟要请我下管子 我这个没有 我这个偶尔有些地方不讲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希望你们自己 能够主动去思考 我这里没有一个小秘密 没有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没有 对吧 那你要有一个月 别大不把工资打到我卡里去 那我会很好 当然我 比方看到工资打到我卡里之后 我看到那个数字就心里没有一点波澜 对吧 正常 那就很清楚 但是很简单 那你这个 都要问这些获得考虑 对吧 你不能说君子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而且他家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全家喝风 那倒简单的 对吧 不同的季节朝向不同的方向 全家张开嘴 喝一会就饱了 那不行啊 对不对 我要安顿父母嘛 安顿家人 对不对 很简单 那就这样 那我们提问 那都有物质收获的考虑 那怎么叫 那怎么这个就是利的原则 怎么这个就是利的原则 这里呢 关键的理解要搞清楚 利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 比应得的部分多出来的部分才是利 就当你追求的是比应得的部分多出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好吧 所以这个例子基本上应该把它理解为占便宜 今天普遍的人就是占便宜没走 占多少便宜都觉得像没占便宜一样 所以甭管已经得了多少利益的人 都觉得别人是既得利者 都特别可笑 有好多特有钱企业家跟我聊天 就是那些既得利者 我就瞠目接着地看着他 难道在说我吗 对吧 就是特奇怪 那些既得利者 就是奇怪 谁 那谁不是既得利者 普遍那个占便宜没够吧 这么一点招都没有 不费了 所以我走到这个地方来 那 当然有人说 那我应得的是多少 这个我们先不管他 应得的那其实我还可以从一个角度上讲 或者是比应得的很多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没有取经的意思 所以根本上 意跟利的分别在于意是知止的原则 利是不知止的原则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讲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点的知止不知止 我认为这是意跟利原则的关键分辨所在 当然呢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再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毅力之变的问题 这个当然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还会读到 因为孟子第一章 孟子全程第一章讲的就是毅力之变 这个问题是儒家非常根本的一个分点 这点呢 一定要注意 第一 完全不讲毅力之变是肯定不对 但是把毅力完全对立起来也是不对 正其一不谋其立 明其道不尽其功 这话呢 大的方向是对的 但你不能真的 就完全按这个来了 你这个就没有说服力了 比如举个例子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这是什么 意还是利的原则 当然是意的原则 对不对 这个很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 百分之百不可能收获 那你会瞎当什么功夫 对吧 那你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向世人展翅 你有多坚强 那他也有意义 就明智到完全无望 仍然在努力 这有的时候 有些情况下是要的 比如孔子 这个地方有很多细致的分别 你又不能简单的说 这个 这个指问耕耘不问收获就不对 就百分之百没有收获 那你怎么理解 人们对孔子的这个 这个沉门对孔子的那个理解 知其不可而为之 对吧 那这里面当然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 百分之百没有任何可能 这个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这个事你全不做 不要谈我们 不谈这个更大的方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意和力之间 你也不能把它截然这个气 而且在儒家的话语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 意和力是可以统一的 如果你一味的把这个例子 完全清除出去 这个道理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在 意传的这个系统里面 大家都知道 周易你不讲这个例子 讲什么 圆亨力真 不断的出现 那你这个例子怎么讲 对吧 文献里面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 力一直可以 你的对方会会 力是一之会 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下入气 这是最大的理 这个力可以把它翻译成性子 如果把它 这个把幸福做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个无论如何是对 好吧 那当然这涉及到最幸福的理解 好 到这儿 这儿 中间实在核实行 中间实在讨厌 中间实在念 这个公司 中间分解